國際法官協會第65屆年會在台灣舉辦 這是睽違24年 國際法官協會第二次在台灣舉行年會 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也出席致詞 她表示 我們不能認為司法獨立是理所當然的 必須透過個人的承諾和制度的保護 來持續捍衛司法獨立 中華民國司法院長許宗立也指出 台灣經歷了民主化和自由化的過程 在人民的意志下舉行和平選舉 使台灣成為自由和民主的家園 人民在憲法的保護下 享有著基本的權利 這次年會邀請各國法界人士與會 其中包括英國蘇格蘭最高法院院長卡洛威勳爵 紐西蘭最高法院法官格萊茲布魯克女爵 以及立陶宛前憲法法院院長扎莉馬斯等重量級人物 都將在憲法論壇中發表演說 西坦人亞的電視網關林李毅宏台北採訪報導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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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